哎呀琉璃王奇怪 这个人这么厉害潜水这么久 跑了这么多了 叫人家下去看 这个琉璃王一下去 用头发绑在河底的颅尾 绑住自杀 所以释迦祖还留着一些 现在全世界最漂亮的佛像 就是释迦祖做的 在尼泊尔 释迦祖天生 他们就因为释迦祖 所以他们好像可以观到佛陀的脸 所以释迦祖做出来的佛像 全世界都要指定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说 很多人请佛像 都要到尼泊尔的释迦祖里面去请 唯有他们有这个传承 但是这个故事 让他们感动 这个就是唯一反抗旧的方法 它是一种消极的 却是伟大的死亡 其他人呢 统统死 当然这里面还包括 五百位释迦祖最亲近的 贵族 然后穆建人也知道这个灾难 就救了这五百个贵族升天了 他想说三天过去了 再给他放回来 对不对 各位听过 结果放回来 有五百个人不见了 只变一堆血水 血水 那他就问佛陀怎么讲 佛陀说这五百个人 就当初放那个毒进去 河里面 红色的那个 所以他们夜报 马上变血水浓化掉 神通抵不过业力 他自动的变血水 所以这个释迦祖的灾难 各位永远都在听 但是也要记住 当你在吃鱼的时候 你要想释迦祖的灾难 但是为什么他们升天 刚才讲因为他们持戒 他们永不反抗地被杀掉 但是他们在被杀的时候 正在流血慢慢死 等着淹水要淹死的时候 他们一心称念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看到 本师在天空放光 所以他们身体的流血 溺死 被杀的痛苦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叫福利不可思议 释迦祖虽然在夜报上 通通死了 结果通通升天 这叫释迦祖升天 所以各位这一定要记 为什么 当你往生的时候 你一心念阿弥陀佛 你会发觉身心自在 因为你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接受到佛光加持的时候 一点痛苦都没有 一点痛苦都没有 后来就这样超度了 往生净土了 所以要帮人家祝念功德很大 所以法力不可思议 不是你能够用世间法 来想的这个事情 当然我这样讲 如果各位能够很认真的 修行在某一刹那 你一定有这个感应道教 那你一辈子就相信了 像我 我有一次因为我的祖母往生 往生以后 我们那边的亲戚就找我去 因为我祖母对我很好 他们就给我指定说 放大蒙山 我那时候想说完蛋了 我只会念小蒙山 我不会放大蒙山 因为我舅舅说 进入大蒙山 比来比去很好看 我说完了完了 我都不会 那最大的痛苦是 那一天刚好我去学校 又去监狱演讲 晚上才跑到那边 然后根本又感冒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但是他们一定要 来来来来 你是孙子 你主法为你的祖母 我就想说完蛋了 人家完全唱不出来 怎么办 结果一上台 然后又开始了 突然声音比平常好一百倍 我就知道假病吃假药 一点痛都没有 那个声音比平常好一百倍 这个是我的感应 因为我的动机是为我祖母 所以我要认真 所以我就相信说 一个得癌症的人 他很虔诚的时候 这种法力 佛力的加持 对他来讲 指数变零 痛都没有 这个你要有感应 那这样以后 你就不会退转 所以我那一次 虽然我不会打手印 但是我底下的法师会打 我就坐在那边 我很认真 因为感应 所以那一次唱得特别好听 他们说 哇 师父你声音好啊 我说没有 阿嬷加持 佛加持 不用吃药了 就这样好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生病 我去看他 没有问题 只要你愿意相信 你去做 没有问题 我都跟他讲 我的妈妈癌症 我送地藏签发愿 他活着 最近我那天有讲 我的哥哥已经不可能活的 他现在变年轻 变帅 白变白 对不对 指数变零 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种感应对我来讲太真了 一点都不讲 我这辈子第一变拜三昧水灿 是我那个有钱的丈母娘 三天不能睡觉 我也不知道找谁 她就找我 你不是在拜拜吗 怎么办救救我吧 那我就去找我的表哥 他是个佛教徒 我们两个一起在搞沙市场 他说 哦 机会来了 这个一毛不拔的 我丈母娘有钱到极点 那时他一毛不拔的 机会来了 终于来求我们了 给他讲 二十万台币 OK 那我就跟我丈母娘讲 二十万台币 OK 他说多少钱都没问题 OKOK 报了二十万 然后就请六个出家人 帮我们念三昧水灿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三昧水灿 他就说你就跟着拜就好了 跪啊拜啊 跪啊拜 那我就在这边跪啊拜 对不对 供养二十万 哦 六个出家人带着我们念 念完以后晚上回去 我丈母娘当然不可能拜 去房间找 睡着了 哇 管用 哇光拜完就OK啦 然后我的表哥才给我说 这个叫转业这样 那这个业可以转的 我们虔诚这样 所以我对三昧水灿很有信心 后来我妈妈很痛的时候 我在公司上班 她打电话来家里 我马上去跪在我的办公室 开始念了 自己转 对不对 我自己念 自己转 我每次还没念完我妈打电话 好啦好啦 不用再跪啊 她知道我跪的 好啊好啊OK 管用 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我爸爸也相信 只要他痛了打电话给我 我就那么不觉吧 就别说OK 对不对 所以我爸爸是在 无病无苦的时候往生了 活到八十九岁 为什么 相信 因为他相信我 他相信我 他相信我超过于相信医生 这样啊 所以对他就有用 那我也相信佛的力量 所以各位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世间太多的困扰 太多的痛苦 那如果你相信观音菩萨就好办了 一心成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个苦就不见了 所以经典说 一艘船快被大海浪 乃至罗刹鬼弄沉了 船上只要有一个人 前程念观音菩萨 风平浪 就一个人就好 所以美国再大的灾难 龙泉风来了 你赶快合掌念观音菩萨 OK了 为什么 就像你把核能电厂的电 透过你的前程拉过来了 就有力量了 这一点就叫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不是说 用数目来比的 大乘佛教我们叫等量 什么叫等量 当你专心在念佛的时候 你的功德跟佛的功德是一样的 等量 而且没有限制 并不是说我这一瓶水 然后我把它变成整个大海 然后哪里够 我这个水 我们大家念过大卑说 要四周加持 你敢来倒在大西洋 太平洋 整个大西洋 太平洋都变成等量的 甘露的加持 没有分别 这个叫佛的不可思议 骗一切处 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 等量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 那你就很认真就好了 很认真 我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在古时候 因为国家需要军人 他们就抓年轻人去当兵 那有一个老太太 就一个独生子 先生死了 被抓去冲军打仗 那后来消息传过来 他儿子被敌人抓到了 在俘虏营里面 可能以后就要抢上 哎呀 这个老菩萨哭啊 没有后代 他就跑去寺庙哭 他跑去寺庙哭 老和尚就可以说 你要相信 你家里也有观音菩萨 你回去点七盏灯 供养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 假使不要哭 什么都不要想 就一直求念观音菩萨 事情会改变的 然后他当然 这个观念很重要 如果你点七盏灯 还在那边哭啊 儿子啊 儿子那边 因为你念儿子哪有用 你要念观音菩萨 不是念儿子 这个一定要抓住啊 因为我发觉很多人家里生病 他很虔诚在拜 一直哭一直拜 因为那个时候他想的是他妈妈生病 没有想观音菩萨 那力量就不够 我们是为妈妈生病来拜观音菩萨可以 然后拜的时候要很认真 念的时候要很认真 所以这个老菩萨 老婆上给他讲 他点了七盏灯 他就跪在那边拜观音菩萨 拜到天亮 结果到了天亮 他儿子就回来了 这个叫不可思议 为什么 等他儿子回来的时候 你怎么回来了 他说妈妈 昨天晚上我晚上起来上厕所 我怎么看我们那些 光我的那个围栏通通打开了 没半个人 然后我就跑出去了 但是跑出去会怕 乌七妈黑的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 结果我就远远看到了七个灯很亮 我就跟着走就回来了 各位这是真实的故事 这个老菩萨 哎呀他永远虔诚 他知道了方法 他有这个感应 所以佛菩萨不可思议 铜墙铁壁都可以过去了 地狱都可以抽起来升天 什么叫地狱升天 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下地狱 你为他放七只鱼 一放念出他的名字 他就脱离地狱升天 简不简单 这佛亲口讲的 你又为他念佛那还得了 佛的力量 法的力量 念佛叫佛的力量 点灯放鱼叫法的力量 叫法力不可思议 你自己也相信 这个叫自力 所以这三个还在背次来 自力 佛力 法力 改变一些 这三个结合起来 自力最重要的自力是信心 我相信 我相信 佛力 那你要 前程念阿弥陀佛 念药士经念大悲众 都没关系 佛力 法力 法力就是法界缘起 就是说你供养佛 或是你去放生 或是你做焉供 或是你去帮助穷人 都可以了 或是你把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这个叫法力 所以 那你自己越有信心 越虔诚 那佛的力量就越大 那你的法力就增上 就像我们昨天 我们很多菩萨基研 密法师里面受八观灾戒 这个力量可大了 八观灾戒 的自力 去点一盏灯 都变成百千万亿盏灯 所以我们昨天在台湾 放生很多 虽然这边没有放 为了配合八观灾戒 台湾大放生做焉供 我都还没有跟 演密法师报告 因为要加入那个功德 因为我们守八观灾戒 各位功德在哪里 做都没关系 今天你在美国 不可能放机 以后你要放机 就打电话给我们 或是马来西亚 放十字机 OK 先给你放 最好你钱不要汇过来 我们来赚功德 因为十字机才多少钱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都这样 你叫我放 我赶快 我要找个借口放才行 放了以后 这个法力 这个力量并不是说 在马来西亚放 在缅甸放 功德不会过来 马上就过来 所以像我这么喜欢 做焉供的 这边只要点小小 我们外面点了两个小的 各位看不见 也不用看 对不对 那是连接到我们世界各地的焉供 这个叫念下来 国际连线 现在要如此了 所以我今天在跟马老板说 我们进来这几天 在美国做了很大的超度 师傅我没看到你们做什么 烧很大 开什么玩笑 我们后盾烧很大 昨天光点灯 超过五万盏灯 就点灯 我们现在点灯 从去年到今年 现在还不到两年 一千七百一十万盏灯 各位 你任何一个法律 做完只要回向给众生 这个法律永远跟着你 你刚才鼓掌 这变成你的 这叫随喜功德 所以各位没事要去随喜别人 今天我们去越南的寺庙 随喜盖得大 又去一个藏船的寺庙 虽然没进去 随喜不错 光停车场就这么大 所以各位你要时时刻刻随喜 像各位来到美国的公园 你要马上随喜 哇 随喜 公园草这么绿 树这么漂亮 你要马上观想 来 以此美景 供养诸佛 这个是免费的我跟你讲 供养 然后再来 回向地狱 变成花园 然后那个地狱的刀刀枪枪就不见了 各位要会念习 这个叫方便波罗密 如何把你的功德达到最高阶段 为什么要到最高阶段 这个叫效率 同样做一个人 所以有一个老儿上就跟我说海涛法师 你过一天的功德超过别人过一辈子 你一天跑三场法会这样 我说三场 有时候还四场 三晶半夜又去跑一场 如果我们在台湾 法会到晚十点 马上又跑到浮沐区十二点 对不对 跑去屠宰场 因为他们下班了 我们才去 一天之内要四五场法会 这个叫什么 但念无常 圣物放逸 不想要浪费时间 同样过一辈子要过到非常有意义 非常充实 而且每一个念头都还在观想 虽然外表没有在做 这个念头在动 念头一直在供养 供养阳光 供养水 供养风 供养这些树 然后把这个树这么美 都进入二鬼城地狱道 让他们充满水 充满阳光 充满绿洲 他们像沙漠一样 所以各位很重要 你在佛前供一杯水 回向给二鬼道 八万四千个二鬼道 马上通通喝到甘露水 当下圣天 相不相信 百分之一百相信 你在佛前供一杯水 变成巴共的水 泼出去 整个美国今天吃掉的海鸡 海鲜水斩通通升天 这个就是佛法 你很难相信的 但是是佛亲口讲的 因为佛是无上福田 佛累劫的功德 就是要等着我们去 去利用它这个功德 所以佛陀叫 师无谓者 你只要念佛 得到佛的功德 你供养佛 得到佛的加持 所以地藏王菩萨 他的妈妈下地狱 他替他供养三宝 供养阿罗汉 来自造佛像 他就升天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 多看佛像 多供养佛像 最好的方法 念一下 观想佛像 你一定要练习 你喜欢阿弥陀佛 非常好 那你要把阿弥陀佛 从头到脚 观想得很清楚 你要练习 有些人观他就跑掉了 观就跑掉了 代表你没有禅定 再来 资粮不够 就是业障很重 福报不够 你观都是模糊的 所以你一定要 小业障 积福报 该做到的要左脚 要戒律 孝顺父母 爱护家庭 守戒律 然后再加上你累积功德 然后你就很容易入定 很专心 这个入定不间的是打坐 你在公园上部就入定了 你专心 然后你一观 他就现前 而且你又相信 这个现前是真的不是假的 然后你就用佛的力量 去帮助对方 所以各位在美国 你要度众生 要有一个方法 念一下 以心传心 不是你用嘴巴跟他讲 因为美国多元种族 各自独立 你没办法跟他讲 但是你要用心去观 所有天主教徒 所有基督教徒 所有黑人白人 所有缅甸人 所有墨西哥人 都在你面前 而且要观到 六道都在你面前 然后你把佛的力量 把我们念一下 八观哉戒功德 融入 所以你时时刻刻要去随喜这个世界的善法的功德跟佛法的功德 你要去随喜它 那随喜以后这个功德透过你融入对方 所以我常讲众生的苦跟佛的力量 透过我们这个连接点 那就是 你合掌念佛 专心意念佛 你就把佛的力量 极乐世界 进入了无间地狱 然后无间地狱变成极乐世界 就像各位带这个 我一定要各位带这个 带这个一样 这个叫大乘经典叫第一灭罪成佛众 你只要带着 你只要有活着在动 而且你有信心 透过你走到哪里 就把佛的力量带在哪里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赐鱼的悲惨下场 家住在河边小村庄的阿平 是村子里出了名的捕鱼好手 而且他捕鱼的方式也很特别 不用鱼网 不用钓竿 而是用一只鱼叉 阿平 你也来捕鱼啊 是啊 你们今天成果如何 哎 钓没几只 你一来 我们可就更钓不到鱼了 你们用鱼竿钓鱼 太慢了啦 还是用这个比较来劲 我们哪有你这种本领啊 用鱼叉来抓鱼 我们可不会 对啊 我之前也试过几次用鱼叉 结果刺不到半条鱼 其实这很简单的 你们只要看到鱼 瞄准了 然后一下子刺过去就可以了 嘿嘿 来了一条大鱼 我示范给你们看哦 嘿 嘿 你们看 好大的鱼啊 很简单吧 还是阿平厉害 他手里的鱼叉 简直是百发百中啊 阿平 你这种抓鱼的方法 实在有点残忍 残忍 难道你们钓鱼就不残忍吗 哦哦 又有一条鱼又过来了 这条鱼的个头也不小啊 看我的 太棒了 又抓到了一条 行了 今天又是满载而归 瞧你们 这么长时间才钓到那么几条 还是跟我学着用鱼叉吧 嘿嘿 唉 你的技术 我们哪里学得会啊 阿平 每次你抓这么多鱼 能吃得完吗 吃不完的 我都晒成鱼竿 等到冬天 不能抓鱼的时候再吃啊 好了 我先回家了 嗯 阿平回到家后 将竹签从鱼嘴里穿进去 贯穿整只鱼的身体后 又从尾部穿出 然后将其放在火上烤 嗯 烤鱼的味道可真香啊 哎 阿平 阿平 你又在家里烤鱼吃啊 是啊 老哥 我今天刚抓到了一些鱼 你要不要也来一条尝尝啊 哎 阿平 你以后不要再抓鱼吃了吧 老哥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说呢 你捕鱼的方式实在太残忍了 它们死的时候一定积攒了许多怨气 而你不但将这些饱含怨气的鱼吃掉 还将它们悬挂在家周围 这样你每天无时无刻 不就被它们的怨气所包围 这对你很不利啊 老哥 你不是也喜欢钓鱼吗 怎么今天竟然说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啊 是啊 我钓鱼钓了二十几年了 结果呢 前一阵子 我的舌头上突然生了一个鳄窗 差点整个舌头都烂掉呢 可是这和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一开始我也不觉得自己舌头上的鳄窗 和钓鱼有什么直接关系 可是我看了好多医生 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转 后来多亏认识了一位学佛的师姐 使她告诉我说我得的这是因果病 因果病 什么是因果病啊 师姐说 我过去钓了那么多鱼 鱼钩将那些鱼的嘴巴勾破 而我生病时的样子 不正和那些被钓起来的鱼是一样的吗 我舌头上的那个鳄窗 是上天在让我体会被我钓到的那些鱼的痛苦 这就是因果病 老哥你想的也太多了吧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啊 阿平你可不要等到果报降临到身上的时候才后悔啊 到那时候可一切都晚了 哎呀老哥 你就放心好了 这些鱼啊都已经被我杀死了 就算它们有怨气我也不怕的 我可不相信什么因果病 他这么执迷不悟下去 迟早是要吃亏的 真是太好吃了 人间美味啊 不听劝说的阿平 依旧用鱼叉去河里捕鱼 几个月后果报降临了 什么声音啊 谁这么缺德啊 这么晚了还朝人家院子里扔东西 阿平 你走 我们好痛啊 好痛啊 原来是梦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一定是有人在捣乱 真是见鬼了 那些声音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吵死了 这么吵 我怎么睡得着啊 阿平 你怎么了 怎么看上去一点精神都没有啊 别提了 昨晚我家院子里一直有奇怪的声音呢 吵得我整夜都没睡好 奇怪的声音 我怎么没听到啊 是啊 我昨天很晚才睡 我也没听到什么声音呢 真的有啊 而且我一闭眼就感觉有许许多多的鱼跳进我家院子 搞得我一夜没睡啊 我看你这是平日里捕鱼捕多了 连做梦都梦到鱼自己送上门来了 要是普通的鱼就好了 那些鱼看起来真的很恐怖啊 啊 阿平 不会是因果病降临到你身上了吧 哎 老哥 别再提什么因果病了 我根本不相信有那种东西啊 该不会是野猫半夜跳进你家院子吧 要知道你家屋檐下挂了那么多鱼 难免会招来野猫的 对啊 一定是野猫 看来我得增加一些防范措施了 阿平在自家院子的围墙上 安置了许多形状像鱼叉的铁键 嘿嘿 这下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阿平 如果真是野猫的话 这些铁叉子会让他们丧命的 这样做不太好吧 丧命的话 也是他们活该 谁让他们跑进我家院子里偷吃鱼呢 唉 他再这样下去 早晚会出事的 可恶的野猫 我在墙上装了铁叉子 你们竟然还能跑进来 怎么没有看到猫 屋顶上怎么有鱼呢 难不成野猫跑到屋顶上去了 看我的 今天我非抓住你们这些可恶的野猫不可 怎么没有野猫 那些讨厌的家伙 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要是被我抓到的话 非给你点颜色悄悄不可 不好 身体被围墙上的铁键刺穿的阿平 没有立刻死掉 他张着嘴想要呼叫 可是却喊不出声音来 只有四肢在拼命地挣扎 直到第二天早晨 邻居们才发现 已经弃绝身亡的阿平 你们看 阿平他嘴巴张得大大的 眼睛瞪得圆圆